伊拉蝦羅斯 瞭解他17日跟謝欣穎 一起出席活動 按照慣例馬上問一波 伊拉蝦羅斯 歡迎大家來 熊總是誰有人問的 會不會覺得不要再來問了 不會耶 我覺得不只觀眾朋友好奇 連自己的家人親朋好友都好奇的話 我覺得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不會覺得煩 只會覺得他們很可愛 因為他們再怎麼問我們都不會抵達 對 票選就是他跟熊手的第一名 你是熊手的第一名 我熊手第一名 我熊手第一名 自殺 這樣也是自己安排 自殺加入 自殺加入 這樣 但我 喔 哪隻 我覺得OK啊 就是每一個人 都有自己他看戲的一個想法 那如果是 覺得我是自殺的話 那3月18號就會答案揭曉 對對對 這是一個大爆雷的前奏嗎 在第三部預告中 謝謝你看到不該看的 這幕也成為話題 我第三期預告 我早上起來看到的時候 我好驚訝 而且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好期待 我真的好期待 再提問都不會抵達 對我不可能 因為講了 他們就沒有自己 觀看的樂趣 我覺得身為觀眾 最幸福的一點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自己都知道 所以我們 但其實還好 因為我們第一季 一出來之後 我也傻眼 因為其實跟我們自己拍攝 跟文字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而楊錦華這次演出 再度受到肯定 大家都說 欠她的金鐘該還了 我還沒有想到那麼多 因為其實我覺得 觀眾能夠看到花燈 他們喜歡的劇 其實我內心就已經覺得 很感動跟感謝了 網友都說 你欠女王做金鐘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人 我知道 沒欠沒欠 沒欠沒欠 謝謝